欢迎收看亚欧华天的视频台 6月6日 中国著名画家陈军 吴涛义的《墨园巴黎画展》 在巴黎华天大酒店隆重开幕 将持续至6月26日闭幕 中国驻法使馆文化公餐李少平 中国驻法使馆领事部一等秘书李成元 法兰西艺术院通讯院士高丽昂 法国艺术家之家协会主席雷敏爱荣 法国侨领等200余名法华嘉宾出席了开幕式 法国金华商会理事长李邦主持了当天的开幕式 法国金华商会会长张磊致此说 文能治国 以文化人 文化是中华民族立足世界发展强大的根本 法国金华商会自成立以来一直热衷于文化艺术的推广 在促进中法商贸交流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著名画家陈军 吴涛毅两位艺术家造诣很高 作品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绘画特色 通过此次交流学习 将中西方绘画神韵融汇贯通 水墨丹青 飘逸写涌 山水如诗如画 人物栩栩如生 相信一定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冲击 张磊希望 墨园巴黎中国画展向法国观众展示出中国画家的艺术文化理念和价值观 探索中西文化的相容与共鸣 预祝本次展览取得圆满成功 法国华侨华人会主席任立敏代表旅法桥界 祝贺墨园巴黎开幕式在巴黎成功举办 欢迎更多的中国艺术家来法国来巴黎结缘 将中国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带到法国 让更多的法国普通民众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 任立敏认为 这场展览不仅展示了中华文化灵魂的深度 也是中华软实力不断增强的象征 一等秘书李成元代表中国驻法使馆领事部 向画家陈军和吴涛逸来法办展表示祝贺 他表示 多年来旅法桥界为中法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大量的工作 法国金华商会不断发展会晤 积极参加各项活动 在传承中华文化 促进中法文化交流与合作等方面 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 中国驻法使馆文化公餐李少平至此表示 中国艺术家各展开幕式举办得非常精彩 他指出 文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化能够帮助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浙江省美术家协会理事 陈军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主任 著名画家吴涛毅 分别向嘉宾介绍了自己的作品 向法国金华商会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并感到非常荣幸 能在巴黎办展 他们表示 艺术无国际 东西方的艺术需要相互借鉴 希望本次展览能促进和加强中法文化交流合作 法兰西艺术院通讯院士高丽昂 法国艺术家协会主席雷米爱荣 分别致辞对画家陈军吴涛毅的作品 给予肯定和赞赏 中国画以流畅的笔法 与强烈的色彩对比 展现了东方艺术的柔美与韵味 展现了画家深厚的艺术功底 呈现了一个当代水墨作品的新艺术高度 据悉 法国金华商会会长张磊 被推选为浙江金华政协委员 积极参政议政 为家乡的建设献策献祭 法国金华商会自成立以来 不断发展壮大 为旅法侨胞融入当地社会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协会关心支持祖国的建设 积极构建和协侨社 重视对华人新生代的培养 维护旅法侨胞的合法权益 促进中法友好视野 树立了侨胞的良好形象 欧亚华侨视频台报导 皇家伯爵城堡 占地33公顷 全部于森林之中 配有客房 餐厅 会议室 补厅 游泳池及锤吊 舍机 陆月 网球场 适合度假 生日宴 婚宴 明月灵性 金山不均关 美丽新娘 近在八年轻往朝风沙设影 婚礼仪式目效 让您做积累的新闻 中欧国际音乐艺术教育 细景钢琴工作室 最专业的艺术教育 音乐家的起点站 个性发展 隐才施教 让孩子隐在气泡线上 我认为您的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逐尔不准 解贴舒适 你的私人服装设计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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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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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